排在第十五名的成員 他是來自於 B.E.J.48 團隊B. 他就是段奕璇 那一年的總選其實是 靠著不那麼多的人 然後在死命地撐 我當時一直哭了一點 就是我的粉絲 因為票 到處喊人爸爸 我說怎麼辦呢 我說為什麼要讓人家為了我這樣子 我突然覺得天啊我在幹嘛 我說這些人在幹嘛 我說為什麼要為了我這樣子 那麼今天站在這裡 我想要告訴你所有喜歡我的人 我們下一步的目標 是神奇 我感到大家很痛苦 但是為了我 必須得承受這些痛苦 所以其實更不能夠去表現了我任何事 我都有時候 難過了 因為我想要安慰他們 我想要告訴他們沒有關係 就是2019年 我一定不會再讓我的粉絲去經營 像2018年那樣子的難 很難過 對我做說 因為我也會不會再讓人家 我和你一口氣 我都不會再讓人家 可是我都不會再讓人家 我會再讓人家 我和我一起吃 ZNH14 第六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的第三名是 得票数一百一十五万七千五百二十八票 来自BJ48 Team B段一璇 很快很快非常地快 两岸壁一直住 滚有一种比赛 努力取齐 我的比赛 集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